Hey,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假期余额不足如何规划新学期的学习计划 高三只顾着学习如何了解大学的专业和课程 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课程或者专业不适合自己要怎么办 如何在大学脱颖而出 无论是否出国留学总能让你get到一些不曾关注的知识点 坚持看完这期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前两周我收到一条私信物 我关于澳洲teaching专业和澳洲院校方面的事情 这位同学的中介帮他选了一个跟teaching相关 但是在我看来,学位证书和课程搭配方面有点奇怪的专业 于是我就问了他最基础的问题 这个专业毕业以后你要教什么呢 他回答说不清楚 中介只让他好好准备雅思 其他一切事情中介包揽,不用担心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中介 简直就是顶级保姆时的服务 但是仔细想象 读什么专业 选哪些大学的课程内容 以后拿什么文凭 都是自己的事情 中介再怎么服务周到 父母再怎么考虑周全 该读的书 该写的作业 该考的事都得自己去完成 这期视频分为四个部分 时间安排 选专业选课 推荐书单 心理化 这期视频的所有实力都源于我自己的大学 UNSW的官网以及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提供参考 其他相关视频的链接都在这期视频下面可以找到 第一,时间安排 在大学官网或者Google都可以搜索到大学近两年 也就是今年和明年的Timetable 点击进入学校的官网可以看到更详细的时间安排 通过Timetable可以了解到 一年是三个学期还是四个学期 4week是什么时候 期中假期是什么时候 Teaching period 上课的时间 Study period 考试前的学习周 Ex exams 考试周 Time break 假期 Shut it down 学校完全关闭的时间 国外很多大学是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的 所谓的Shut it down 指的是全校师生全部放假 校内教学楼全部关闭 但是学校的操场和演艺厅 还是会对外开放 学法律的同学可能会有额外的Reading Week 主要用来阅读案例和写作业 学设计的同学也有 可能会有额外用来设计做模型的时间 每个专业每个学校的情况都不同 在开学前可以去 Student Central或者Student Center了解清楚 开学前都可以把这些重要的日子 标注在日历或者日记本上 其实真的在校学习的时间真的不多 如何规划日记本 如何准备期末考试 如何做笔记的视频链接 都在这期视频的下方 整个学年的重要日子被标注以后 每周每天的Time Payball也得规划 有的专业同一门课 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上课 选择适合自己的Time Payball就行了 比如我读研的时候 白天要去教书 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去大学上课 但是读本科的时候尽量选择早上第一节课 下午就可以空出时间去打工 我预见过很多留学生选择下午的课 结果一早上的时间都被睡过去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也是浑浑噩噩噩 晚上稍微吃一点东西 又得继续熬夜刷剧或者打游戏 虽然有些人确实觉得上课内容很简单 期末复习突记一下就行 但是浪费的这些时间多读点书 学英文语言 去参加社团活动 都是给毕业以后的计划加分眼 还是那句话 时间面前人日平等 详见 什么专业最好 也有很多留学生选择第一周不去上课 因为有的大学第一周只有lecture 第二周才有辅导课 而且第一周大多是做课程介绍 人员介绍 同学们觉得这些内容很没用 我倒是觉得第一周太重要了 什么时候有什么作业 有什么考试 这些考试和作业设计到哪些内容 要去哪里购买或者下载教科书 哪些章节的内容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 教授主要做什么方面的研究 以后读研或者读博的时候 可不可以找他做导师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能不能找他做推荐人 分数文凭没用读书烧钱的同学们 可能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些 可以高校提升自己的细节 选专业、选课 学校官网可以搜索到专业还有课程的介绍 再深一遍 请募参考 给大家一个选专业、选课程的方向 UNSW这个版面叫Headbook 其他学校的同学可以搜索 study plan、study trace之类的关键词 我先选择undergraduate的专业为例 先关注左边一栏 program by faculty 我上学的时候这三个选项用的最多 选择program可以看到所有专业的title award level、code、faculty 这些内容也会展示在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 也是入学前一定要知道的内容 我选一个我刚入学时候的专业economics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专业的头衔是economics 学位等级是bachelor degree 最后颁发的学位证书上会显示 bachelor of economics 专业代码3543 科系 UNSW business school 选择economics这个专业以后 跳转到这个专业的详细界面 contact这个链接是主要 你在遇到任何跟专业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去找相关的人员帮忙解决 typical duration 就是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正常毕业的表现 eoc 第一是unit of credit 就是减写 就是学分的意思 每个专业对每个学期的学分 和完成整个专业的学分的要求是不同的 选课前一定要看清楚课程的学分 也要了解清楚这个科目 是不是本专业要求的科目 海外大学也会有类似于 辅导员的课程负责人 但是这些负责人 几乎不会主动联系你 有任何问题需要学生主动去联系 这些课程负责人 我经常可以看到有的同学 读了一些自己专业不认可的科目 或者完全按照官网上的商务 去制定自己的学习课程这个计划 结果导致延蔽的情况 如何避免这些情况呢 除了找课程负责人 也要自己详细阅读 并且理解这些课程的设置 读了一两年以后 如何从一个学位转为双学位 也要在开学前就了解清楚 学分要求 课程要求分别是什么 compulsory必修课有哪些 分别是多少学分 Elective选修课是什么情况 FreeElective的意思是 在一整个选修列表与任选科目 总之这些看不懂的名称 都可以去学生中心询问 建议将想要询问的问题 全部写下来一次性问清楚 选科的时候要注意 有的科目只在上半年开设 有的科目只在暑假班或者寒假班开设 所以还是得详细阅读每门课的介绍 有些科目可能经典还是火爆 但是下学期就完全不开设了 如果实在搞不清楚状况 可以请科系的课程顾问 帮你一次性规划好所有的学习计划 每学期得选哪些主修辅修 选修科目并获得多少学分 很多学校在刚开学的两到四周之内 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想要换课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每个学校的政策不同 如果要换专业的话呢 也要去新专业的科系了解清楚换专业的要求 比如 大一是不是可以换专业 换专业的平均分 或者特定科目的成绩要求是什么 填写表格 找教授或者相关辅导员签字 拿到信用粉就可以换专业了 换学校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不断强调有任何问题 找学生中心帮忙 即使他们不能解决 他们也会告诉你去特定的地点 找特定的人员帮你解决 第三 推荐书单 如何在大学脱颖而出 无论你是否与大学有缘 也无论你毕业多久 都会从这本书里摄取到或多或少的能量 如何取舍 如何社交 如何看待 读书无用论 读后感列阶也在视频下方 入社会前和出入社会都该学习的一些 台商启门和情商提升的内容 推荐小狗钱钱第一部和第二部 富爸爸穷爸爸 穷人和富人的思维模式有哪些差异呢 导致了怎样的后果呢 第四 经理化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内向自卑又倍感孤独的学生 我没有拿过奖学金 也没有在除了写作比赛以外 在其他赛事中拿过什么厉害的大奖 那我凭什么经营一个教育成长类的自媒体呢 因为我不甘心呀 作为一个普通到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边缘人 我通过学习思考实践 一个人跌跌撞撞的走过很多玩路 看到过很多假装善意的人 也遇见过很多给我建议给我力量的人和事 我想把我仅有的好的东西 包括经验教训 学习方法 自卫训练方式 教学理念 分享给你愿意听我啰嗦 愿意友善提醒我督促我的每一个你 这个社会确实需要思想领袖 需要很多专业技能很厉害的大神 但是这个社会也同样需要每一个普通人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也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任何努力 都是在别人眼里的白费功夫 不积魁步无以至千里呀 我是阿图 一个想跟你一起进步的普通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